原标题儿子Quintess因发烧住院谢霆锋张伯志和体现身医院近日 儿子Quintess因发烧住院谢霆锋被拍到不惧流言蜚语前往医院探望儿子聚息 此举促成了谢霆锋与张伯志同事相处一晚的机会 据了解谢霆锋到医院后张伯志随后也到 而原本的医院照顾Quintess的张伯则下楼让两人独处 事后谢霆锋妈妈迪波拉也到医院探望孙子 但张伯志先行离开被碰面 对于这次的事迹破冰 双方粉丝都盼两人能借此机会好好沟通 自从离婚后谢霆锋就很少和儿子团聚 倒是经常和女王妃你浓我浓 被外界伍认为不是个好爸爸 因为谢霆锋很是拒绝把两个儿子整日暴露在镜头下面 所以自己就尽量避免因为自己探望儿子 而把儿子暴露在镜头下 其实谢霆锋对儿子的爱 一点也不少还给儿子设立了巨额的教育基金 谢霆锋一直和张伯志都有信息联系儿子的境况 谢霆锋也都第一时间知道 所以谢霆锋不经常探望儿子 也实属无奈估计儿子长大后就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前段时间张伯志生下三胎 大家都怀疑是谢霆锋的谢霆锋本人 也亲自多次辟谣 但是大家还是不放过他这次听到儿子生病了 谢霆锋还是冒着 再次被怀疑的风险 去医院看望儿子 这样促成了谢霆锋与张伯志单处一世的机会 转眼谢霆锋和张伯志已经离婚七年了 自从离婚后就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 这次两人合体现身医院 并单处一世算是离婚后第一次单独见面 不知他们见面会说些什么呢 他们会重归于好吗 张伯志的三胎儿子真是谢霆锋的吗 但他们怎么面是找的 tinya